HELLO 时隔将近四个月没有录Vlog 然后在暑假即将过完的倒数第二周 准备录制我这个暑假 2019年暑假的唯一一支Vlog 这次Vlog内容呢 就是要记录我这一周七天在日本的行程 关西我来啦 我们现在到了葡萄博基机场 然后要去办行李check-in 登机口头要进去以后自己看显示 确认一下位置 然后17点50分登机 因为行李的话一共是两件 到这边说好 谢谢 谢谢 OK Check-in完毕 YES 然后我们 我们还有三个小时登机 所以我们就先 security check 之后进去休息一下 逛逛 逛逛 我们现在就已经成功登机了 然后原本预计是6点20起飞 现在看来应该有一点滴累 因为已经6点28了 我们差不多两个半小时之后 会到达大阪的欢喜机场 已经到酒店了 然后今天洗洗脚睡了 已经快12点了 Go night Hello Day 2 然后我们要出发去南波 Hello 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到了 我们说道顿圆附近 这里特别的热闹 真的很多人 然后我已经想念了很久 就是之前来过一次大阪 但是只是玩了环球以臣 然后那时候很小人 不知道就是逛逛啊 其实那种 所以现在我就想尝一尝大阪一定要吃的大阪烧 我找到了这一家 我平比较好的是大阪烧的 但是好多排队的人啊 Payona说 在大阪要吃到好吃的都要排队 对打 所以就等一等 终于到了里面的位置 我早上变的辫子 把它拆开之后 就会稍微有一点点卷 就比较自然的这种 我加了一个白色的这样一个夹子 Bling bling的 因为我今天的包也是会是白色的 然后加上白色的球鞋 很清凉的 今天的一生 出发 明侦探柯南世纪末的魔术师 那个好像是叫通天阁楼的取景地哦 嗨 我又回来了 刚刚打卡完通天阁楼 然后在日本一定要逛了三家便利店 就是7-11 Felping Bars 还有Lawson 然后因为这里会有很多就是地区限定啊 季节限定的一些饮品啊 然后零食啊 然后一些主制品之类的 包括一些糕点 然后我每次来日本就是一定要买这些东西 看我已经逛了一框有各种书的片 这是那个日本的很经典的三色团子 来日本那么多次都没有吃过 这次一定要吃 贼罗泡面 然后再去英国 晚上的道顿爵 然后现在呢 向前方进发 看到没有 章鱼烧 来日本一定要吃的 在晚上即将要实现 又是要排队哦 这家是Felna 强烈推荐的 说她之前来大把 深夜 来这边排队吃的 谢谢 来啦 这算是夜宵吧 今天呢 去吃一个北城作为 火茶间的地方 我作为火茶的重视爱好者 你要去啦 开动 下午好各位 刚刚的中村藤级的抹茶 真的是太好吃了 就是它的甜品也是非常符合我和Felna的口味 就是我们都不太喜欢吃甜食嘛 然后好吃到Felna 在秋天这个季节竟然破例 吃了冰淇淋 一下午的行程呢 就是在宇治这样很舒服的地方走一走 我们现在是在品整院 它是一个品院一样的 然后园林一样的设计 有很好看的 好像是叫凤凰宫 但是它的那一边在construction 但是真的好美 今天就是一个 倩宜的下午 对了今天帮那个Felna做了造型 美丽的船发 美丽的船发 好看一下看一下 哇这边水中的倒影 这好美 今天是第四天 然后我们现在说的 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已经到达了省户 今天的一天清晨就在省户里 省户的那个牛肉 特别有名,前天去 刚到日本,第二天就立马做了 reservation,因为要预定 然后,省户 因为这边靠着港口,所以刚刚 地铁站出来之后,风特别大 结果我这个发想最快也不够 因为把头发摘起来 一吹就被别的 没有什么话要说 待会儿吃牛肉见 吃饭之前,我们先来到了 就是这里附近,到北野 艺人馆街 就是好多艺人馆 应该不明思议就是外国人住的房子 很多旧职啊什么的 这里还有旧英国仪式馆 就很多很漂亮的小洋房 现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 因为预定的时间是12点45分 然后从这边走过去只要6分钟 所以现在这边晃一晃呢 到时候走过去就行 但是我现在其实也是很饿了 超美 好 嗨 刚刚的牛肉已经被我们消灭光了 就是厨师在前面做 在煎 然后切与我们 就像是一点一点被偷食被喂饱了